第一辆哈佛H6 你要是跟别人说你买了一辆哈佛H6 那绝对要被扣上一个不懂车的帽子 但是SUV里不仅仅是国产车 包括盒子车豪华品牌等等 哈佛H6几乎一直是这几年卖的最好的SUV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便宜实在 老百姓买车不给你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没什么大毛病就OK嘛 第二个宝马X1 一提到X1呢 别人就会说三杆机了 前去不上宝马了 买X1只是为了买个宝马镖了等等 结果呢 销量一直在一万里以上 同级别销量最好 究其原因呢 还是因为性价比 正想买一个30万左右的豪华品牌的SUV 还要满足家用的话 真的没啥好选择 最关键的是 X1的后排空间真的是 无敌 第三个 速腾 速腾出锅的问题呢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庆竹难输 什么变数家的问题了 断轴啊等等等等 问题还都不小啊 但是即便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 速腾的销量也没有一决不挣过 目前一个月仍然可以卖一万多辆 原因 因为人家是大众嘛 第四个 阴朗 阴朗全新化了三根机之后呢 口碑可以说是掉到了谷底 销量虽然已经不是轿车榜单的前三 但是呢 仍然卖得不错 为啥 便宜呗 10万块钱车卖你6万多 这谁顶得住啊 骂就骂呗 第五个 雅阁 雅阁的问题呢 也是非常的多 这里仅针对的是1.5T的雅阁 之前呢 有机油增多的事件 以及失速的事件等等等等 不过 雨过天晴之后 雅阁依然是这个级别的销量冠军 也是很神奇的哈 其实啊 这些车都有一个共同点 不是因为没有缺点 甚至有些缺点还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 同样的价位里 真没几个其他的好选择 销量高最起码保有量大 维修保养会比较的便宜 不是吗 所以呢 不是买这些车的人耍 而是因为他们真的 没有什么好选择 知道哈佛啊 但是不知道长城 其实呢 哈佛就是长城品牌 旗下的 就好像雪碧呢 是可口可乐公司旗下的一样 什么 这也不知道 哈佛呢 就不用多说了 国民神车 哈佛HES456789 包括现在的F5 F7 都是曾经或者现在 卖的比较好的SUV 你可能会比较的好奇 为什么哈佛没有轿车呢 其实是他们的老大 魏老板呢 曾经放过豪言 就是说如果哈佛品牌的SUV 没有做到全球第一的话 那就不生产轿轿 这就很尴尬了呀 前两年SUV还很火的时候 倒无所谓 这两年SUV的热度呢 慢慢的下来了 还能忍住不出轿车 实属不易 即便如此 单品SUV的销量呢 哈佛一年仍然能卖出 一百多万辆 真的是很牛啊 魏品牌呢 也是长城汽车旗下的 虽然呢 可微薄柄不易 但是呢 始终算是开穿了 国厂豪华品牌的一个头嘛 有点需要大家知道是 只有国厂车越来越好 越来越贵 和这品牌才会越来越便宜 给长城 点个赞 说说吉利 吉利这个品牌有意思 国厂车 你爸爸爸的爸 看谁不胜眼就 买他买他买他 哇哦 路特斯 戴姆勒 领克 谁见了都得叫一声爸爸 差点呢 还当了阿斯特马甸的爸爸 韩州出来的就是有钱 14年之前啊 是一个分割线 在那之间偏偏无奇 但是呢 当年博瑞横空出师 成功吸引了一批盐粉 也正是因为那一年的SUV大火 吉利呢 刚好凭倦着博越的热销 成功站完了脚跟 被碰的最多的呢 就是发动机的技术了 但其实老款的博越1.8T呢 就是当年的国厂10家发动机 很有意思哦 配置高是最早一批 利用IR级别自动驾驶辅助技术的品牌 而且用料做工呢 也比较的实在 所以是很多人家用车的一个首选 旗下的轿车地豪呢 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 这两年卖的最好的一个国产轿轿车 收购沃尔沃之后呢 也慢慢的开始用上了 沃尔沃的技术架构 以及它的发动机等等 也尝试过双离合啊 三更机之类的新市场 不过呢 薄饼不一了 目前呢 一年的卖出150万辆 去年呢 还和戴姆勒一起投资了5000万的欧元 给德国的飞行汽车 将会在中国建立 合资公司 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买了呀 我的后台呢 经常会受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国产车油耗那么高 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国产车的油耗真的普遍比较高吗 举个例子 两款尺寸和重量差不多的SUV 2020款1.4T的远景X6 车主重车的平均油耗是8.9升 高吗 好像还挺高的 一公里都要六毛多了 再看19款的2.0升的容范 日系的SUV 应该不会太高吧 7升 不是8.83升 两台车100公里也就差了0.03升 换成钱100公里也就差了 五毛钱爱意 很多吗 再举个例子 VV5油耗高吗 好像听说还挺高的吧 2019款1.5T的车型 车主重车的平均油耗是9.41升 而比它轻了300斤左右的 现代RX35呢 9.43升 当然不排除个别车型 或者是比较老的国产车 它的油耗确实会比较的高 但目前整体来看的话 近两年推出的国产车油耗其实 都还处于一个比较中等的水平 可能有的人会说 我国产车油耗开到10个 有图有真相 那晚上卡罗拉也开到11个油的呢 油耗高跟你开的方式 路段 平均时速等等 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不能上来就给国产车逼锅吧 还有我开一个2.0T的国产SUV 肯定有个小两吨重 油耗在10个以上 你跟我说你卡罗拉能开到6个油 比我油耗低多啊 这有什么可比性吗 小学生考100和中学生考80 难道说小学生就要比中学生更厉害吗 肯定有人会质疑上面的数据问题 那以上数据呢 都是来源于小熊油耗 车主实测算出来的平均油耗 绝对真实 但说这么多 并不是想说国产车有多省油 它肯定不算省油的 因为我们呢 跟盒子品牌之间的技术差距呢 还是有的 比如说丰田2.5升的发动机热销率 能够达到41% 而国产最好的齐瑞1.6T的发动机 热销率也不过才37%而已 但是呢 别一上来一半子就打死了 所有的国产车 那人家还怎么进步嘛 对吧 自己的孩子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我一朋友啊 遭吐槽 一到过年呢 就有人找到借车 过年怎么防止借车呢 先来理清一下借车的危害 第一点 出了事故算谁的 围权或者小事故都好说呀 有人缘上完怎么办呢 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中是这么说的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过程的发生 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 车子如果有隐藏的问题 对方酒驾 或者是没有驾照等等等等 车主都要负责任 冤不冤 另外就算没有人员算完 保险呢 也都可以报 但是第二天上来的保费怎么算呢 车辆因此造成的贬值率怎么算呢 这都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呀 第二 别人会不会暴力驾驶 有的人甭管拿了什么车 他都是瞎鸡把开 回头还跑来跟你说 加速一般般呢 一想到自己车子买回来 从来没有超过4000桩 长时间都会清了 不起车不加油也就算了 回来一看 油耗增加了0.8 气不起恶心不恶心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拒绝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几个 你车就用一下呗 不行 就这么简单 你要真觉得不好意思的话 那就买一辆手动的 不过我就纳闷了 难道说我人缘关系不好吗 怎么没人找我接车呀 那你换辆奔驰试试